台東大武警局美河派出所 昨晚巡邏的時候 是發現一輛車與車牌車身不符 上前攔茶 結果車子是拒絕攔茶 而且車主是竟然直接汽車跳下 二十公尺深的橋下 腿部骨折被逮捕 警方是在他車上起出上膛的手槍 另外發現丟棄的包包內 有毒品和四顆子彈 而嫌犯是對槍毒來源交代不輕 在警方介護之下先就醫 後續有待釐清案情 台東大武警局美河派出所 十九號發現一輛白色轎車 車牌與車身不符 於是進行攔檢 但是男性駕駛竟然加速逃逸 警方於是開車衝撞攔截 不料男子情急之下竟然棄車 從二十公尺高的橋上跳下 結果導致右腳骨折倒臥橋下 警方見狀通報消防道場展開救援 協助嫌犯竊護就醫 警方現場搜查發現 嫌犯的白色轎車駕駛座旁 有一把手槍 而且槍支已經上膛 另外還在嫌犯丟棄掛在橋下樹上的包包內 查獲四顆子彈以及安非他命 這名四十歲的流行男子向警方辨稱出門找朋友 但是不知道警車有鳴笛示意停車 開到橋邊才被警車撞停 他一時緊張才跳橋 但是對為何攜帶毒品以及槍彈交代不清 男子最後在警方介護下送往台東馬街醫院 警方表示嫌犯預檢不停 涉嫌違反槍炮彈藥管制條例 和毒品防治條例最嫌 詳細的案情仍帶進一步釐清 記者張明哲王子君吳奇昌報導